中国简报 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读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6月12日 在TheChina Brief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上海的权力转移和晨曦的崛起 中共前任总书记江泽民来自上海 曾经提拔了大量的上海亲信和下属到北京工作 上海是这些人长期经营的大本营 过去五年 来自浙江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惠同曾经在浙江的老同事 上海市长龚正 清理掉了大量的上海本地干部 往上海安排了大量的浙江干部 二十大前 上海市长龚正是接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热门人选 但是在李强升任总理后 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没能传给其浙江老同事公正 而是交给了福建人陈希 在清华大学的门生顾立 也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吉宁 上海市委书记和主要领导的布局 大体上有两个目的 一是防止升任总理的李强 将上海变成自己和浙江人的大本营 伟大不掉 二来也是要历练一下陈吉宁 我们仔细看一下目前上海的四位主要领导 市委书记陈吉宁是福建这条线的 市长兼市委副书记公正是浙江这条线的 市委副书记诸葛宇杰是上海人住 我们写就本书时 诸葛宇杰刚刚调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无论谁接诸葛宇杰的位置 陈吉宁也都面对着大量上海本地干部 市纪委书记李仰哲是陕西人 以上四个人的出处 与常委里出自的四个省份 是完全相同的 一而横向看 陈吉宁面临的局面与总理李强大体相同 周围是其他三个省份的人 抽鞭子的也来自陕西 纵向看 陈吉宁的安排 让来自浙江的李强 与自己在上海的大队人马首尾不能相连 对来自上海的丁薛祥 也有一定的牵制作用 毕竟五年后陈吉宁可塑性很强 可以接替李强做总理 也可以接替丁薛祥做常务副总理 这样的安排 让陈吉宁在纵向 与李强和丁薛祥两个常委 都有了代内和代际矛盾 当然 也只有经受住这样的磨练 陈吉宁下一步才能看大任 值得一提的是 陈吉宁是历届政治局委员中 唯一一位在海外大学完成博士学位 并在海外大学任教的海归学者型官员 他1998年回国后 先是在母校清华大学任教 并逐步走上校领导岗位 2012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 2015年 陈吉宁步入政界 先后担任环保部长和北京市长 七年后进入政治局 在他担任北京市长期间 北京严重的雾霾问题 得到了有效解决 美国允许韩国和台湾芯片制造商 继续在中国开展业务 华尔街日报 拜登政府计划延长对韩国和台湾 半导体制造商的豁免 允许他们继续在中国开展芯片制造业务 而不会面临美国的报复 这一决定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削弱 旨在减缓中国技术进步的出口管制的担忧 这些豁免最初于去年授予 将于10月到期 承认在全球一体化行业中 孤立中国的挑战 美国一直在努力限制 对中国的先进芯片出口 但来自盟国和亚欧各国政府的芯片制造商 一直抵制这种限制 虽然一些官员强调 在没有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情况下 进行战略限制 但批评人士认为 豁免削弱了控制 并传达了软弱的信息 随着政策重点的转变 中国房地产行业没有快速解决方案 高盛 南华早报 高盛 Golman Sachs 分析师警告称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困境导致经济增长前景疲软 为近期推动中国内地开发商股价飙升的看涨 压住泼了一盆冷水 该银行指出 该行业的困境主要源于低线城市的问题和私人开发商融资 报告总结说 政策制定者正在优先考虑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放缓 而不是推动新的上升周期 从而在该行业创造L型复苏 这可能会拖累中国多年的增长 前三星电子高管因涉嫌窃取中国工厂的数据而被起诉 路透社 三星电子前高管被韩国检察官起诉 罪名是窃取公司技术已在中国建立竞争芯片工厂 这名高管涉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非法获取三星数据已在西安建厂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上个月被捕 并否认了这些指控 检察官表示 此举可能使三星损失约300亿韩元 其他6人也因参与而被起诉 韩国总统尹希烈认为 该行业的竞争是一场全面战争 中国将数字人民币机器带到三亚 以促进电子人民币的使用 南华早报 中国银行在海南岛三亚 推出了一台外汇兑换机 允许游客将20种货币兑换成数字人民币 此举将使访问者无需开设本地银行账户 即可访问本地移动支付生态系统 这些机器允许存入货币 并接收一张装有电子人民币的实体卡 用于与参与的商家 如住宿和交通提供商进行支付 该卡可通过机器充值 可用于通过物理水龙头支付商品 并检索交易文件 美国寻求扩大发展中国家 在联合国的影响力 华盛顿邮报 拜登政府正在制定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计划 以恢复对该机构的信心 美国的提议包括在理事会中 增加六个常任理事国席位 以更好的反映全球实力 这些席位将由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持有 没有否决权 在安理会现行体制下 美国、英国、俄罗斯、中国和法国拥有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每两年再选出十个非常任理事国 尽管既有大国不愿巩固其地位 但在联合国预防冲突的能力越来越不一致的情况下 美国推动了改革 安理会的改革将取决于193个成员国中至少128个的同意 目前对安理会的缺点有广泛的共识 对联合国宪章的任何修改都需要得到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的批准 包括美国参议院以及更大的联合国大会成员的批准 美国还必须应对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提议 从而引发对改革的确切进程的强烈分歧 中国称有关中国在古巴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是错误的 路透社 中国否认将古巴用作间谍基地的指控 并谴责美国发布所谓的不一致信息 上周 华尔街日报原引美国官员的话说 该岛正在进行一项新的间谍活动 而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周六表示 中国从古巴进行间谍活动已有一段时间了 中国的评论是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腾访问中国之前发表的 这将是美国国务卿五年来首次访问中国 中国商务部反对美国对中国实体实施新的设议制裁 路透社 中国商务部批评美国对涉及伊朗的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的新制裁 缺乏事实依据和正当程序 该部呼吁华盛顿停止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无理打压 并注意受影响者的合法权益 该部发誓要采取措施保护中国企业和个人 向格里拉对话推波助澜 美中关系何去何从 南华早报 中美在向格里拉对话会上发生冲突 双方都在进行一场叙事和信息战 美国呼吁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和亚洲国家网络来反击中国的胁迫和霸凌 而中国国防部长则用他的讲话攻击美国 并呼吁达成共识以避免冲突 中国代表团还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立场进行了辩护 虽然双方都同意事实 但他们在解释上存在分歧 美方称中方不愿举行军事对话 中方则称双方沟通渠道畅通 然而 中国在论坛上的信息传递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采取行动 而不是言语来赢得批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 最新COVID爆发已达到164人死亡的高峰 南华早报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道 中国最新一波COVID疫情已达到顶峰 重症病例不到2800例 死亡164例 重症和死亡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群中 平均死亡年龄为79.3岁 其中超过90%的死亡 是由潜在疾病和新冠病毒共同造成的 尽管没有给出确切的病例数 但该中心表示 Omicron变体XBB在这波感染中造成了92%的感染 健康数据公司Alfinity估计 这一波高峰期每周将有约1100万病例和1.12亿人被感染 中国加强核武器库 半岛电视台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CIPRI的数据 中国的核武器储备在2022年增长了17% 该研究所环境告称 由于与乌克兰的持续冲突 美国和俄罗斯围绕这些武器的透明度有所下降 该智库估计 中国目前拥有410枚核弹头 高于去年1月的350枚 并表示这一增长与中国声称仅维持最低核威设立的说法不符 CIPRI指出 世界上近90%的核武器掌握在美国和俄罗斯手中 中国的新婚人数降至37年来的最低点 彭博社 新数据显示 中国的结婚率在2021年降至40年来的最低点 登记结婚的夫妇数量同比下降11% 去年约有680万对夫妇结婚 这是自1985年以来的最低数字 当时政府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下降的原因包括年轻人减少 性别失衡 男性比女性多1000万 COVID-19中断 以及对婚姻态度的改变 随着人口老龄化推迟结婚或生育 预计人口结构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 去年中国人口出现自1960年代以来的首次萎缩 出生婴儿956万 这是至少自1950年以来的最低数字 荷兰试图禁止中国学生参加芯片技术课程 彭博社 据报道 荷兰政府正在准备新的立法 以防止中国学生参与与半导体和国防等敏感技术相关的项目 该国似乎旨在限制学生在学习中访问敏感材料 此前 荷兰决定加入美国的行列 限制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出口 筛选学生的立法将保持中立 尽管谈到该计划的人士认为 该国的明确意图是防止中国员工或学生在学习或工作期间接触敏感材料和技术 对于企业而言 中国说什么不是重点 路透社 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公司正在制定应急计划 并考虑如何在监管规则激增的情况下开展业务 由于从敏感技术到北京在俄罗斯和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等多种因素 西方盟友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 谈判变得更加紧迫的最新迹象是 红杉资本表示 在断定地缘政治是复杂因素后 将把其中国和印度业务拆分为两家独立的公司 最近几周 许多其他企业高管前往中国会见员工 客户和官员 替代方案 例如将供应链完全移出中国 对某些人来说成本高昂且不切实际 中国在缅甸的双重目标 进入印度洋 打击犯罪 日积亚洲 中国正在成为缅甸的主要合作伙伴 连接两国的基础设施项目 呈爆炸式增长 北京打击在该地区活动的国际犯罪团伙 5月2日 军方高官敏昂来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会谈后 中国承诺继续为缅甸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加快推进中缅经济走廊重点合作项目 两国接壤 缅甸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交通枢纽 一条从中东运来的原油管道 在到达云南省之前停泊在印度洋 这种关系的战略重要性激发了中国对内比都军政府的支持 包括利用其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反对由美国和欧洲领导的制裁支持的压力运动 中国要求该国最后一名印度记者本月离开 彭博社 由于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 中国已要求最后一名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离开该国 印度此前有四名驻华记者 然而 印度斯坦时报的记者因签证续签问题于周末离开 而两名印度记者在四月份的签证续签被拒 与此同时 中国目前只有一名记者留在印度等待签证续签 自2020年两国在共同的喜马拉雅边境发生血腥争吵以来 印度记者被驱逐之际正直两国关系紧张之际 沙特阿拉伯与中国加强联系以确保粮食安全 南华早报 Coliseo是Coliseo和中国蓝芯饲料添加剂部门安迪苏在美国和中国的合资企业 计划在沙特阿拉伯的El Jubail开设一家微生物饲料生产厂 该工厂的目标是到2027年每年生产10万吨动物饲料原料 旨在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Coliseo的总经理表示 虽然中国较小的工厂将限制第一阶段天然气饲料技术的风险 但沙特阿拉伯的产品将主要用于全球市场 中国科技集团因外国投资者撤离而遭受损失 金融时报 中国在线娱乐公司Bilibili在股价暴跌后 与其他科技公司一起见证了大规模债务偿还 两年前 该公司估值为540亿美元 现已降至65亿美元 导致Bilibili大幅削减成本 Bilibili的问题反映了整个中国科技界的问题 海外投资者甚至出售腾讯和阿里巴巴等盈利的互联网巨头的股票 财源开始影响腾讯 和阿里巴巴等现金充裕的公司 他们正专注于股票回购以降低成本 中国互联网集团的前景暗淡 因为该行业继续承受更高的资本支出 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将于6月底访华 日今亚洲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 希普金斯将于9月底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 其中包括来自乳制品、旅游、教育和博彩业的代表 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每年的出口额超过200亿新西兰元和122亿美元 而新西兰对中国采取的态度比五眼情报和安全联盟中的盟友更为和解 然而 新西兰也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人权记录和军事扩张表示担忧 中国吸引越来越多的日本研究学者 日今亚洲 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在中国的大学和实验室担任研究职务 中国过去主要欢迎日本公司的工程师 但现在正在寻找天文学等更基础科学领域的学者 这与日本形成先明对比 日本的预算削减使得学者很难找到工作 中国在过去20年里大幅增加了研究支出 在研究论文的总量和质量上都可以与美国相媲美 尽管研究文化存在差异 但日本学者之所以被吸引到中国 还因为中国拥有设备齐全的实验室 丰厚的薪水、资金和激励措施 随着布林肯准备访问北京 美国和中国采取措施解冻 但不信任依然存在 未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计划于6月18日访问北京 这是乔·拜登所预测的美中关系 解冻可能成为现实的最明显迹象 然而 在最近发生的事件 包括全球对使用中国间谍气球的争论 以及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分歧之后 美国和中国都必须克服相互不信任 才能改善关系 两国还声称希望在采取行动 使经济脱钩的同时进行对话 谈到美国的政策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会长王辉耀 近日直指华盛顿的双重标准 尽管经济低迷 台湾仍延续两年对美国芯片出口的增长 彭博社 尽管半导体市场放缓 但台湾对美国的芯片出口在5月份连续第26个月增长 美国从台湾购买的半导体同比增长9% 而对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出口下降14.3% 这种分歧可能反映出美国芯片制造活动的显得扩张 因为华盛顿为先进制造业提供了回归本土的激励措施 尽管美国购买量的增加有所帮助 但中国大陆仍是台湾芯片的最大买家 其份额在5月份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达到近54% 总体而言 台湾的芯片出口下滑了8% 中瑞芯片交易戳中美国的眼睛 南华早报意见 欧洲芯片制造商易法半导体 已与中国三安光电合作 在重庆建设一座价值32亿美元的芯片工厂 已满足中国对电动汽车和其他工业电力和能源行业 对碳化硅器件生产不断增长的需求 该交易仍需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还包括建设SIC制造工厂 此举是在美中芯片战争中发生的 美国当局敦促欧洲政府和企业选择立场 而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的地位 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正在重申他们对中国的承诺 上个月中国的COVID阳性检测率跃升至40% 彭博社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 中国在5月份出现了COVID的死灰复燃 自4月份以来 检测呈阳性的人数比例增加了5倍多 数据显示 中国14亿人的天然免疫力被认为已经减弱 最初爆发感染了该国约80%至90%的人口 到目前为止 第二波的经济影响已经减弱 许多人寻求国内假期 医生报告病情较轻 一些人质疑这种趋势会持续多久 尽管一些人认为 复苏在5月底开始失去势头 高盛预计中国房地产市场将出现L型复苏 彭博社 高盛分析师表示 中国低迷的房地产行业预计将经历多年放缓 这将对该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有现行的政府政策 该国的房屋销售从前两个月的29%以上放缓至2021年5月的6.7% 引发了担忧 尽管据信中国将出台一系列新措施来支持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 但分析师预计不会出现上行周期 政策的重点是减少对该行业的经济和财政依赖 为什么亚洲霸权之战始于中国海警 纽约时报 近年来 中国迅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海警舰队 并越来越多地在外国领土上使用它来维护对战略水道的控制 担心这种扩张的竞争对手国家 也迅速增加了本国海岸警卫队船制的规模 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作为海上强国的崛起打破了200年的全球海岸警卫队传统 这些部队传统上用于监管走私者并帮助进行搜救行动 另一方面 中国正在建设一支由海岸警卫队船制组成的军事力量 其舰队中有150艘这样的船制 它甚至部署了配备76毫米大炮和反舰导弹的船制 导致其他亚洲国家通过增加本国海岸警卫队的规模和火力来做出回应 这些国家包括日本、菲律宾、韩国和美国 越来越多地在整个南海水道与中国船制对峙 然而 海岸警卫队船制之间的这场军队竞赛凸显了中国与其竞争对手之间发生更广泛冲突的威胁不断上升 因为在南中国海广阔空间发生的一次简单事故或暴力低级小规模冲突可能引发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 中国海警表现出的自信 主要通过弃略性策略和干扰其他国家的船制巡逻 刺激和恐吓其他国家而几乎不受惩罚 这也带来了加剧该地区国际紧张局势的风险 通过中国简报随时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2brief.c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 我们这个纽约是送走了雾霾 但是迎来了高温 现在真的是感觉夏天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现场 我小杨已经到了夏天 和平先生似乎还在严冬 和平先生整个周末 据说也是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呢 现在正在着急的进行一些节目的调整 那么希望在未来能够在第一时间 为大家呈现最全面的新闻 和最多的评论观点 那么刚才在这一段中国简报中 我们就听到了过去24个小时 跟中国相关的一系列药文 有科技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 经济方面我们主要关注到的是 高盛集团发布的有关于中国房地产走势的报告 其中就警示中国房地产可能会出现L型的复苏 什么叫L型的复苏呢 就是跌的特别快回的特别慢 或者我们叫耐克性复苏 大家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再说到科技方面 今天实际上有好几条重磅的消息 等一会小杨为我们详细介绍 首先是中国著名光伏企业的高管 在德国慕尼黑参加某行业展会的时候 在机场被穿制服的人带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等一下小杨会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 还有就是跟芯片相关的一系列消息 荷兰方面可能会禁止中国留学生学习芯片技术等敏感行业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号 美国方面原来这个芯片与科学技术法案出台之后 是引起了中国业内很大的震动 认为对我们卡脖子这真的是一箭封喉 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这个芯片禁令比之前想的力度和幅度要有所收窄 不但是对限制的敏感技术方面 可能要更加的与行业内部人士进行有关的考量 另外呢 美国联合盟友这条统一战线 现在看起来是有所松动 今天早上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消息 告诉我们台湾和韩国将被允许这个继续与中国从事芯片行业的业务 这到底对于美国的反制中国的芯片联盟是一个什么样的后续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么今天呢 孝阳也会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但是说到大家最关心的消息 可能是跟两条跟外交有关的消息 首先呢 是卢沙也 卢沙也之前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质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地位 引起了西方媒体很大的震动 连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卢沙也的行为表示不满 根据来自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 卢沙也同志结束了四年的驻法任期 现在呢调离回国了 担任有协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 但是我们觉得卢沙也他的性格可能担任对外不友好协会的会长更加合适 今天呢 人事方面还要为大家介绍 来自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 介绍中国这个组织人士方面的和习近平密切关系的一位人士叫做陈希 他和平先生告诉我们差一点就流美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新闻内容非常丰富 咱们呀有浅入深的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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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